白哥好好 你好美女哎 你个臭宝啊干什么呀 进入公司请佩戴公盘 戴什么公盘 我上班从来不戴公盘 还有你上班不刷牙的吗 这这什么味儿吸死我了 美女进入公司戴公盘是公司的规定 请你分手 什么规定我就是照着规定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这新来的监理 你个臭宝啊还敢拦我 不好意思美女 无论你是经理还是员工 进入公司必须佩戴公盘 请你尊重我的岗位 我说你这个臭宝啊 你是不是吃了熊献豹子打了 竟敢拦我 你信不信我分分钟让你滚蛋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一点没有素质的美女 你干什么呢 班总好 美女啊 这里可是公司的大门 你在这里吵吵闹闹 会影响到公司的形象 你是谁呀 关你什么事 我告诉你个臭宝安 今天这事我跟你没完 美女啊 尊重一下别人可以吗 你一口一个臭宝安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只有人品才分三六九等 保安保安保的就是公司的平安 如果没有保安 何来你的安全感 就他那样 就他转色熊样 泡个垃圾的 我只望他保我平安 我呀 用我厂长表哥保我就可以了 他靠边站吧 厂长表哥 我怎么没有听说他有你这好亲戚啊 原来你在这公司是有后台的 怎么样 害怕了吧 好 那我问你 你在公司是什么职位啊 我告诉你啊 我可是这儿新商员的经理 趁我现在还没发火之前 赶紧给我道歉 马上 既然你是这里的经理 更要做到表帅的作用 凡是进入公司的人员 必须要佩戴公牌 请你遵守这位保安大哥的工作制度 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聋得到你来教学我吗 嘘 你别说了 这是我们老板娘 嘘 就他这样 他老板娘 他要是老板娘 我还是王母娘娘呢 好啊 那就请你回家做你的王母娘娘去吧 你的人品和素质 不满足我们公司的要求 从现在开始 你被开除了 啊 你还真是老板娘 对不起对不起 我错了 您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 机会 机会是留给你这样的人吗 请你抓紧时间 给我走人 保安大哥 刚才委屈你了 没事 白总 维护公司的安全是我的职责 保安大哥 刚才你的工作态度我都看在眼里 咱们公司的保安队队长这个位置 目前还空缺着 以后这个位置就交给你来做 好 真的吗 老板 谢谢您 谢谢 当然是真的 你的人品与素质值得我信赖 这份工作交给你来做 我放心 加油 加油 你这什么黑心公司啊 我姐在你们这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了 怎么就翻两千块钱 我姐的孩子马上就要开学了 他们连学费都交不起 马上就要辍学了 你们还有良心吗 姑娘 你先不要激动 小苏 这是什么情况啊 是这样的 白总 我都来公司一年多了 就发了这一次中资 就发了两千块钱 李主管 他让我去办银行卡 可是我这没上过学 又不识字 没有文化 办不下来 李主管 他就一拖再拖 小苏 你的情况 我一直都知道 而且我跟李主管交代过 让他每个月十号给你发工资 并且以现金的形式 难道一直以来 他从来没有给你发过吗 没有 我妹妹他知道了 他就领着我过来找您了 小苏的妹妹 你也先不要激动 这件事情 我才刚刚了解到 这样吧 我现在就给李主管打电话 咱们叫过来问一下他 到底是什么情况 喂 李主管 请你现在来趟我办公室 白总 您找我呀 哎 你怎么在这 你干嘛 你怎么还打人呢 行了 你们今天是来解决事情的 不是来吵架的 李主管 你来说一下 苏畅的工资 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总 我都跟他说过了 这咱们这工资 要打到银行卡上 是他自己没文化 办不下来银行卡 那你说我往哪打 李主管 你好好想一想 我之前有没有给你交代过 让你每个月十号 给小苏以现金的形式发工资 你给过他吗 现金 公司哪来的现金呀 你再说一遍 公司有没有现金 白总 这都什么年代了 哪个兔包子 还用现金呀 哎 你说谁兔包子呢 哎 我 小李啊 请注意你的用词 前两天财务 不是刚好有十万的现金吗 白总 是他自己没有卡 我哪有时间 每天跟他屁股 都屁变屁变的 给他发现金呀 小李 你作为一名主管 你就不能带着小苏 去办一下银行卡吗 你就不能关心一下下属吗 由你这样当主管的吗 白总 我哪有时间 关心到每一个下属呀 要都是这样的话 那我每天啥也别干了 就给他们办卡去得了 那公司也别运转了 开个银行得了 李主管我问你 你一个月领多少钱工资 白总 我领多少工资 那也是我应得的 我给你开多少工资 你就要给我办多少的事 你作为一名主管 就应该尽心尽责的 去干好你的每一份工作 要不然我要你干嘛 白总 我把大事给你办清楚不就行了吗 我又不是不给他 那我问你 小苏一年的工资去哪了 白总 我不是快要结婚了吗 我拿他的钱给彩礼了 什么 你拿着小苏一年的血汉钱 去交彩礼了 他们日日夜夜的工作 不辛苦吗 请你现在立刻 马上把苛扣小苏一年的工资 给我还回来 走啊 小苏啊 实在不好意思啊 都是我工作的疏忽 才造成现在这种情况 对不起啊白总 刚刚是我妹妹太冲动了 才对你发火的 没关系的小苏 人之常情嘛 如果这件事情换成事物 也会非常生气的 来 来 这些钱你拿着 相当于是公司给你的补偿 谢谢白总 谢谢 对不起啊白总 刚才是我太冲动了 没关系的 你们姐妹俩呀 赶紧回家 给孩子交学费吧 谢谢老板 谢谢 我拥抱着 当从梦中醒来 你执着的等待